希腊第二大城市长荡街遭极右派痛欧倒地头部受创 75岁的希腊Zessaloniki市市长波塔里斯 Yuanas Balderas 当街遭到极右派痛欧 倒地后头部背部跟腿部仍遭攻击 波塔里斯上周末参加希腊悼念一战期间 希腊人遭恶图曼土耳其帝国屠杀 会后遭到极右派痛欧 Zessaloniki是希腊第二大城 波塔里斯主张跟土耳其维持紧密关系 早就引起极右派不满 希腊新纳粹政党黄金黎明党魁Nikos Michaloliakos的女儿 Arenia Michaloliak事后推文赞扬施暴者使命必达 波塔里斯送医治疗后性无大碍 形容是噩梦一场 随后将他护送上车离开时 车后的玻璃还被砸 Zessaloniki警方逮捕二名嫌犯 预计将约谈更多人到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